這個林志堅邊講朱大就邊罵 不過對啦 他的這個論文的部分呢 他又開始在那邊 不是啦 我跟你講 我講話我負責 剛才最開始問的兩個記者 一個紀念是另外一個 不知道什麼媒體的 他媽要不要我發兩個球給你 你也是在打排球是不是 第一個問題先問安倍晉三 他媽你來一個現場 問一個明明就在抄襲的一個 候選人問他 請問你對安倍晉三什麼 幹你你要不要去問他 拜登今天上廁所拉什麼大便 你覺得怎麼樣 我真心覺得這兩位 如果想打排球的話 媽去找場地打排球啊 一個紀念是另外一個不知道是誰喔 我個人從來不怕得罪人 回去找你新聞倫理的教授 給我跪著跟他道歉 要做球需要出來當記者嗎 去給我領兩張黨證 跟他講說 小尖尖我是民進黨的 所以請聽我提問題 其他你都不要聽 做球做到這麼明顯 你到底為什麼要來當記者 你直接去當黨工就好了啊 你去進電視是為了要當民進黨的黨工嗎 是不是我講話我負責啦 如果那個記者跟裴偉想要告我 趕快來啊 問這種問題 他媽我這樣講 林志堅就是等在那邊等你做球 你還真的乖乖的就做球給他 什麼年代的還在跟我講 這個請問是不是有人說你是一個閩南人 那七八我已經多少年沒有聽過外省人 本省人這事情 幹你娘我罵髒話比他媽本省人還要順 那你跟我講說有沒有省級的這個差別 當然沒有媽的抄論文 我管你本省人外省人 你他媽就是學術不倫 你一篇論文還要多個人抄 你他媽就學術多批 這個請問跟本省人跟外省人有什麼關係 那我這樣講 你他媽有資格講本省外省 除非你是原住民 不然你跟我講什麼本省外省 這世界上有一些東西 是跟你什麼黨什麼籍貫在哪裡出身 一點關係都沒有 抄論文就是抄論文 今天有抄襲就是有抄襲 你不要再跟我講說什麼潑髒水什麼抹黑 抹你個屁 幹林志堅我現在拿你的論文整個抄九成 我去找陳明通啊 陳明通上不到我publish 陳明通上不到我畢業 如果可以你就說啊 林志堅就說 從今以後我的論文放棄所有權 讓小學生都可以碩士畢業 你敢這樣講 我記你是一條漢子 但是你他媽那個東西就是抄襲 而且講出來各種各樣跟狗一樣爛的理由 一個調查員敢抄襲市長的論文 他媽他傻了是不是 他傻了才會做這種事情 第二個 陳明通身為國安局的局長 你底下的助理竟然外洩你的指導學生的資料 給另外一個老師的學生 我們這樣講 陳明通還要不要繼續當國安局長 你底下的部署洩漏機密 另外那個學生才是你指導 叫做林志堅才是你的指導學生 結果你底下的研究助理 把那個資料交給另外一個教授的指導學生 在說什麼通敵叛國是不是 如果今天你的助理都會做這種事情的話 我怎麼知道國安局裡面你管理的嚴不嚴格 最好笑的就是 不要說大家都有高學歷 我學歷很低 我考不上研究所 正常你去問碩士研究生 我講的都要笑了 兩個月前你才會知道口尾是誰 就是怕你去收買打點什麼東西 結果陳明通的學生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實況旅行的能力 余振煌竟然可以提前一年就知道 口尾是陳明通 然後指導教授不找 跑去找口尾說 欸明通師 發了我東西寫不出來的趕快救我 陳明通說好 讓我的研究助理把資料給你 陳明通還跟他講說一年後我有一個學生叫林志堅 那你看這東西是不是很好笑 然後一年之後這個林志堅寫的論文跟他有 大概一大堆的難以解釋的相似的時候 他超前引用啊 陳明通說是林志堅原創啊 靠陳明通是不是長時間在時光穿越的過程當中 已經失去了對這個世界的掌握 我在那邊誠懇呼籲 中華民國不需要一個搞不清楚 時序時態跟時光旅行的國安局長 陳明通你今天在那邊唬爛 我建議你還是趕快下台 不然以你的能力 我強烈懷疑陳明通有辦法時光穿越 沒有人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收一百七十幾個 七十三個 碩士生 一百七十三個 其他的老師一年能收兩個算多 收到六個根本不可能 那陳明通是怎麼樣 牽手觀音 還是他會火影忍者的分身術 我最後講 講一講就覺得實在太好笑 而且民進黨最荒謬的地方是 他要把錯的變成對的 從林志堅以後 中華民國再無論文抄襲之事 因為會有一堆側翼狗出來講說 幹嘛要寫論文啊 碩士根本不需要寫論文 我最後講一句 你他媽早講啊 幹你啊 因為很多人很想要寫碩士論文 是不是 你怎麼不早講咧 奇怪了 林志堅出包之前你就講 我們大家還會感謝你 現在講就是掩護而已 所以有志剛剛看到 等一下我要罵記者 對我就要問你林志堅的東西 你剛剛是不是要補齊 我想這些記者真的可惡到幾點 我講真的喔 如果一個記者都可以做到這樣自費武功 那你把麥克風給我交出來 你知道以前那支麥克風 對我們來講有多重要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 麥克風只要被人家發現 是林志堅拿的 哪個藝人拿的 我想回來儲分就一支大過 你們現在不是把麥克風拿出去 話語錢把靈魂都交出去了 麥克風哪怕是別人拿的 問的話還是我在問 對 你們這些記者是直接幫他做球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真的對現在的記者完全失望透頂 陳時中的記者會上面全部都在捧 全部都在做球 你現在林志堅的記者會 你還在做球 做記者所謂何事 我想請問你們 就跟那些學術倫理一模模一樣樣 你們出社會的時候 這邊論文要交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樣的一個心情 老師有沒有告訴你們是學術倫理 我想請問你們這些記者要踏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人告訴你新聞堅持 你們跟你講新聞道德 你們跟你講無緬亡 沒有 是不是沒有 那你們當什麼記者 你們記者已經變成了被人 幫人家抬教的教夫啊 你們看誇張到什麼地步 我真的最近已經氣到 謝謝朱大幫我開頭了 我跟你講 這種新聞你寫得出來 什麼什麼 這種新聞你寫得出來 在林志堅出事之後 桃園沙喀都內部民調曝光 林志堅領先張善政11.8% 不是民進黨內部民調就是這樣嗎 請問你告訴我 工商登記上面有沒有一個公司叫內部 你告訴我嘛 而且好像聽說就只有這個 沒有其他的信息 親自去採訪的 我看著那個記者 然後一路這樣子趴趴趴趴趴 還訪問你 請問一下我們新聞寫作 跟事實求證 跟資訊查證 你到底做的哪一個 一個都沒做 你只是幫長官說 我們來幫一下林志堅出去 然後你就想了這一套 然後找了一個叫內部民調 如果這樣子可以當記者 那麼這行就廢掉好了 我們直接跟學術輪 你跟台大人一樣自廢武功 我們就拆了 大家以後都不要幹記者了 所有的山地新聞大家放 算了就當網紅 我們每個都在當網紅 你這種水準就要當記者 劈頭第一句就要問了 現在大家都在說你的論文有問題 請問林志堅你怎麼跟我們解釋 你要選我的民意代表 要替我們桃園人民服務 你有什麼樣的資格告訴我 那才叫記者啊 從水門案的記者到現在 你們現在剩什麼 剩一個皮包股 搞不好連皮都不見了 怎麼我們記者會幹成這個樣子呢 再加上蔡碧如講的那一些話 你不覺得整個台灣社會被民進黨 碾壓到沒有任何倫理可言呢 醫學沒有醫學倫理 疫苗亂搞 然後不用第三期 不用任何的EUA 全部都可以上市上架 亂搞變假的 你也可以打在身上 你也可以用在家裡面 學術倫理論文一再造假 你就乾脆論文廢掉 連記者也是 我們的新聞倫理 可以廢到連問都不想問 民進黨到底有多可怕 民進黨到底有多香 可以讓你們這樣把自己的東西 跪到爛掉 我不懂耶 到底現在還有沒有記者這兩個 這個行業可言 如果沒有 我們一起把台灣的新聞廢了好了 對如果按照邏輯是這樣 華視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新聞大爆掛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開啟小鈴鐺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不要忘記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